這個遊戲的大意是 你住進一家旅館 然後裡面有形形色色的人 某天一覺醒來 你突然發現 舊的世界已經毀滅了 你在迎接一個世界末日 然後 飯店的客人們 有些已經變成怪物了 那有些不是怪物 你要怎麼去分辨誰是怪物 誰不是怪物 然後根據你對話的不同 這個故事也會有不同的走向 那我們一起來玩玩看喔 好 我刚刚把这个游戏的亮度调高 结果他的开头动画就变得有点 有点现出真面目 所以为什么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 有一个应该是电影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 他说当我们有一些细节做不好 我们又不想让大家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背景弄得很暗 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好 我们就在饭店里面了 人点都是马赛克 我想订房 你可以稍等一下吗 我马上回来 你不是吃饱了吗 天使竟然你的美貌也自愧不如 开始偷听旁边的客人的对话 你嘴巴真甜 你最夸夸我 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吻 是在凋塌还是阴阳怪气 什么意思 什么阴阳怪气 你老公真是有眼无珠 居然冷落你这样的美人 你可恋有多什么 十万五千 一百零五千 孙晚安 那时候各女生姐的V105 感谢105个月以来确定哦 不说这个了 今晚我们就忘了她吧 还有你老婆 所以是两个各自有家室的人在偷情吗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项 我当然是继续听下去啊 这里的人晚上都做噩梦 你呢 是不是也因为这是心烦意乱 现在不是了 那就好 好在你不做噩梦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可以 我还在做噩梦 只是在美梦跟你的陪伴之下 就没有那么烦心了 鼻子在流血 我刚刚想说我耳膜才要流血 你们这什么对话 麻烦你过来一下 欢迎光临静兴酒店 我要订房 请问你的名字是 约翰史密斯 约翰史密斯是 就有点像是张山李寺那种菜市场名的意思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 那我们就选约翰史密斯好了 史密斯先生 这听起来就像是说我的名字叫张三 你的眼神有点奇怪 一切还好吗 糟糕被他发现了 没事请你继续 你确定吗 电梯就在前面不远处 你的房间号码是302 旁边的两个客人不见了 使用电梯上楼 电梯向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的那个物品互动 都不是直接点那个物品 而是那个物品旁边 会浮现选项 你要去点那个选项 这是游泳池吧 我们直接上楼 你看不是 我不是点按钮 我是要点旁边的选项 然后那个选项还会飘来飘去 很活泼的选项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选项 有配音 不要关门 他也没有脸 不可能 难道说我幻听了吗 我觉得他会觉得幻听是因为 我们刚刚 跟其他人对话 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 咕咕咕咕咕咕 就是没有正常讲话的声音 可是这个女生 她讲话在我们听起来是正常讲话的声音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你的声音 是啊,很好听我听的 否則我會再等到升降機 可以按鈕嗎?我住在四桌 嘿,這可能是個奇怪的問題 但你不知道有什麼好處去大城市嗎? 我怎麼會聽到他的聲音呢?肯定有什麼不對勁 我不經常外出 我沒想到你多少錢 你喜歡去哪裡? 你想去什麼地方? 書店、電影院、遊樂園哪裡也不去 電影院好了 啊!Swashbuckling! 很興奮的 我猜會會有趣 我沒有去過電影院 所以我會享受任何拍攝 沒有去過電影院? 我認為這是你的座位 不知道等一下是不是會有更多角色有揹音 我不知道等一下是不是會有更多角色有配音 1080P60帧 请问我们今天的实况顺畅吗 你们今天看实况顺畅吗 我现在先不要走动 我先环绕四周 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今天的实况顺畅吗 我们今天是开60帧 60fps 还行 狮子杰克斯安安 顺 我们今天的实况顺畅吗 顺顺没有感觉卡 顺 好那你们都说顺 那我们就继续咯 好的 302号房 不是这个牧师的打扮很像恶灵古堡寺里面的坏人 你们对恶灵古堡寺里面的坏人还有印象吗 这居然是一个牧师 年轻人你也住这里吗 是的先生 小心点 这地方罪孽深重谁都不能相信 年轻人 你相信安利吗 不是 你相信人们吗 不确定大多数的时候相信 好奇怪的问题 我选大多数时候相信好了 唯一应该相信的只有上帝 你很快就 好的好的 怎么穿得这么像恶灵古堡里面的人啊 这就很反派啊 302号房 比上次那款顺 上次哪一款 哦那个 我想起来 我觉得上次那款是因为它 是体验版的关系 所以最佳话比较没有做那么好 那日本人做的那款就不要再说了 实在是 解锁房门 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就拆行李吧 打开行李 我们这个游戏的设定是90年代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恐怖游戏 那有些是 有些是它真的有做出那种氛围 有些就是 你不知道 到底是哪里像890年代了 是不是只是觉得说设定890年代好像比较有feel 我都快忘记它长什么样了 还好我仍然保管照片 这女生是 不知道是她的谁 放好刮胡刀 我是在路上买的 用来刮胡子 拓挫有余 听收音机 我们要插播一折来自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的紧急消息 由于天然气泄漏本事实行临时隔离 要封城了 某些区域可能会发生停电 专家们正在着手解决问题 请大家留在家里不要外出 保持冷静 听从官方通报 事态仍在控制中 一整个城市规模的天然气泄漏 不对劲 这是地震吗 这怎样 等一下 诶 这太夸张了 这整个就是 整个就是世界末日啊 尖叫声 尖叫声 诶 天啊 我刚是 刚是因为天然气泄漏 整个城市规模 然后又加上大地震 所以才会 造成连环爆炸吗 我跟你们说 如果这款游戏是在今年的4月3号 或是隔天晚的话 我应该会 下烂 what 这游戏不能准硬 what 蛤 我必须出去 这是怎样 这是被分尸吗 蛤 蛤 诶 这 阅读笔记 我的天使今天我在酒店等你 我老婆回去待望父母了 我们有一个周末时间可以挥霍 看来是之前我在大厅看到那个男人 他怎么了 那女的在哪里 就是那个 奇怪为什么不能拿 那个男的被分尸了 那个男的被分尸了 想活命的话就回自己房间把门锁好 明白了吗 你是谁 没时间解释了 照我说的做回自己房间把门锁好 不管有人说什么 千万不要开门 诶 前面突然有个鬼影 他叫我回自己房间 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该不会是未来世界的我吧 透过时光旅行 警告从前的我 这个视角 刚那个视角感觉很像透过怪物的视角 我要打紧急电话 这个城镇的 急救电话是多少 急救电话不是应该都一样吗 急救电话 呃 Rescue service 66911 66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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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已经播通急救服务 遗憾的是 我们所有接线员目前都在忙碌中 您排在第54位 请耐心等候 或稍后再播 54 我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都轮不到我 有人在敲别人的门 我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游戏真是绝无冷场 我可以从这里偷看吗 你真美 我就喜欢你拍马屁 这是303号房吗 感觉是303号房 是不是有人被杀掉了 是不是有人 是不是有怪物冒充那个已经死掉的男的 然后去杀了另外一个人 第一天 结果我直接在浴室昏倒 不知道是不是 我被锁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第一天看到大厅的那一对男女 这是乌鸦吗 这是乌鸦吗 WTF 这个游戏里面到底有多少麦可贝一直在爆炸哈 麦可贝给我出来 听新闻 隔离人 隔离人在进行中本市警察收到上百名精神失常人士 袭击他人的报告 一些目击者声称袭击他们的人 看起来身体变异 疾病控制中心尚未对这些报告发表评论 我这有些人变怪物 然后去袭击其他人 同时国家政府分布的紧急状况 我们强烈建议隔离区里的每个人留在家里 并限制社交接触 受感染者可能非常危险 专家委员仍在研究感染病例 目前为止无法识别疾病的源头跟传播方式 我们会继续播报最新消息 是不是T病毒啊 Biohazard 昨天才说是天然气泄漏 现在要说是传染病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怎么会差这么多 有可能是昨天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还想说看能不能把事情压下来 然后今天发现压不下来只好讲实话 或是讲出一半的实话 你并不孤单 帮助孤儿儿儿童跟青少年 662525 蛤?祭养? 是要把谁送去祭养? 662525 这个游戏好像有一些剧情分歧 我发现今天贴在墙上的传单跟昨天不一样 昨天是饭店的传单 662525 打打看 应该在打电话给他吗 我可以帮你吗 联系我的负责人 负责人来了 想不到你还会打过来 祝你18岁生日快乐 所以我们主角是寄养机构长大的小孩 就类似孤儿院 所以我们才18岁吗 我们才18岁 我可以回到收容所吗 我这里发生了怪事 这位是阿龙感谢追随的首发露音 我选第二个好了 很抱歉 但是我们已经宣布你是健全的成年人了 所以帮不了你 哦对 这种寄养机构的小朋友到18岁就要离开了 哦所以他才到饭店来住 你的病情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 如果你 我接到另外一通电话 你的松锁似乎出了一点事 我要去处理一下 病情 所以主角生病 趁大家聚集在大巨蛋下水道厅 周杰文演唱会的时候 笑笑散播出去 你们有带好头灯吗 要去下水道厅 周杰文演唱会的朋友 你们有准备好头灯跟手电筒了吗 还是被锁住的状态 今天有一个大型的 黄牛集团的负责人被抓到 他号称说是什么全台最大黄牛 但是我看其他人说他并不是最大的 然后那个负责人就是一男一女 是一对夫妻 那个男的本来都老神在在 听到被声压觐见 当场崩溃 在那大吼大叫 说什么 我我有犯法吗 我只是代购而已啊 我有犯法吗 你们不让我出去的话 我就不能把票给网友了 他们会告我诈欺 蛤 黄牛是犯了伪造文书罪吗 还是什么 我想说你就已经是黄牛 你就已经是犯罪了啊 还在那边 我没有把票给网友的话 他会告我诈欺 是在那边 是不是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安全下妆啊 好像没有新闻的 我们再打6691看看 打错 911有什么事吗 我在静心酒店隔壁房间有人遇害了 我们会尽快赶到 请锁好房门联系酒店保全 我们所有车辆当前都在执行任务 挂断电话 放派人被这音 害你笑的呛到 那个男人在BET韩星版上呛网友 对没有错 他这里还在韩星版呛网友哦 他很好笑耶 现在黄牛好像都非常高调 他好像还说什么 什么 你检举我你又能怎样 你检举我你也买不到票啊 我们大家都要过日子嘛 在讲什么啊 非常的 好像这次巴布的全世界都知道说我是黄牛 我在卖黄牛票 你检举我你的人生日子还不是要过下去 你检举我你也抢不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 大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在那边用抢票机器人跟一大堆假账号 把大家本来应该要抢到的票抢走别人才买不到票啊 我今天看新闻说那个被抓到黄牛好像抢了一百多张票吧 所以好像一百七十几张 所以现在主办单位会把黄牛抢走的那一百七十几张票释出 所以有一百七十几个周杰伦的粉丝 不用再下水道听歌了 恭喜你们 那我现在是要等他来吗 是怎样 看一下其他地方 我应该可以拨打其他电话吧 我应该可以拨打其他电话吧 打个 算了没个多打打看 我在听 是餐厅吗 快来帮帮我 我一直都在你隔壁 what 疯子一个 诶 那打006看看 那007勒 手望着 这里是手望着 你还活着 不错哦 发生什么事了 我要试试到就好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监视这些摄影机 人们开始转变了 你那一层的白衣女那个情节工变成了很可怕的怪物 他现在在给我们提示 但我会帮助你的 酒店很危险 问题是外面更危险 他们在隐瞒什么警察又不来 这情况太不妙了 我不知道我们要被困在这里多久 但预计不会那么快出去 你那层走廊没人可以的话就试着走出去 找些吃的吧 不要去其他楼层然后赶快回来 不要跟任何人交谈下场说不定会很惨 在其他客房找到食物 他说我们这一层没有人 所以是大家都死掉了吗 他说白衣的清洁工很危险 有一颗头滚过来但是主角并不在意 爱情泡泡糖 一种口香糖 包装里有一张交换卡 卡上面写着撩人的情话 很难为情 但我不得不说自己毫无恋爱经验 可能会派上用场 这边还有脚 主角是一回声二回首是不是 他昨天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时候 整个快下烂 今天第二次看到尸体就还好 What 不是说这一层没有人吗 总不可能拿到一个泡泡糖 就叫我回去了吧 309 这是前两天看过的房间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吃的吗 没有 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308 应该是走这里 这里有游戏 小伙子这里 邻居我需要帮助 怎么了 我觉得身体不适 我的血压升高 救护车又不来 求你帮我找药吧 你怎么不自己找 我都一把年纪的 不像以前那样年轻 万一出什么事情 我跑得不像你那么快 每层楼都有杂物间 那里应该有急救包 求你带来给我 刚刚守望者不是说 这一层没有人吗 我本来以为 这里面是不是怪物 要骗我们进去 但是他是叫我们 去帮他找药 如果是找药的话 说不定是真人吧 还是说 正在转变当中 说不定是 但是他正在转变当中 如果我们有找药给他 他就不会转变 药会不会在马桶里面呢 恐怖游戏里面 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在马桶里面 这是罐头 哇 钻到了 他说药在杂物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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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但是有怪 可能这样也去送死 315 316 有一种杂音 317 这层楼还不小 317 What the fuck 什么东西啊 不能互动 321 里面没有怪吧 我觉得 这个游戏应该不会有追逐战吧 猫咪 亚铃 这个房间的房客是健身房巨巨吗 水果 健身房巨巨 除了吃水果之外 应该还会吃鸡胸肉啊 输肥鸡胸肉 怎么没有鸡胸肉 322 地上那一罐怎么长得那么像辣椒酱 爱情泡泡糖 到底是有多少人在吃什么爱情泡泡糖啦 怎么这么多酒 是酒鬼吗 乍看还以为是辣椒酱 没人 这个 我怎么被 被挡起来了 往电梯的通路被 椅子挡起来 他楼层真的很宽广耶 是怎样 是怎样 大家都不见了 好多苍蝇 天天圈 不知道这游戏有没有鸡热度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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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开始在 好像地震 杂物间 看起来 哦 有耶 耶 他说可以自己留着或是给别人 某人的日记 他们总是锁上房间的门 为什么我已经有钥匙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太怕某人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会看着他们 我一直在看着 我刚发自内心吓到 是怎样 你们刚有吓到吗 我觉得前面有怪耶 过去会不会死掉啊 我可以过去吗 我觉得会死掉耶 是不是消失了 好像消失了 诶 这是 房卡 328 我们可以进328号房 这也有尸体 但组起来也不在意啦 应该没有东西了吧 应该没有东西了吧 那我们组于328号房 Go 这有些是血浆不用钱耶 但主角 但主角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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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好多食物哦 哇 我们现在食物富翁欸 哇 我超多食物的 带着食物回房间 我们刚刚不是有拿到药吗 应该要把药给那个人吗 牧师 牧师说慢慢转过身来 诶 诶 等一下 怒气质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 你是台中来了是不是 我们是会被砰砰吗 我要问你问题 你要逐一回答知道吗 不要惹我生气 劝你实话实说不然有你好看 告诉我你在这房间做什么 我在找吃的 啊 你在抽东西啊 不可偷到可是实际当中的一条街灵 完了他是不是生气了啊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杀了这些人呢 你要怎么证明 诶 选这个好了 酒店有摄影机 他会证明不是我干的 有道理 就当说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检查一下 他怒气值好像稍微降低 好吧 我是这么想的 诶诶诶诶 干嘛干嘛干嘛 蛤 不是 你被感染了 收音机 你是现在说你们很危险 你发狂攻击了别人 现在我必须阻止你 不是啊 我没有生病啦 你要怎么为自己辩护 这没有时间限制吧 我鼻子没有流血 好像选对了 吓死 来聊天室100分刷一波 吓死人啊大大 不要害怕 从现在开始我会顶着你 我当然会害怕啊 台中来的牧师是不是 是这里 我们就做个好人好了 把药给他 希望他不是怪物 太谢谢你了 我帮你拼做了一点东西 一定会帮到你的 我拿到食物了 所以是正常人 不是怪物 或许你还需要一点别的 抱歉 我一直没有想到 多怪我这可恶的血压 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 我会尽力回答的 你是谁 你有什么 你是谁好了 生物学教授哦 听起来很厉害耶 感觉就是世界 世界末日的时候会需要这种 学者 我在这里的学院教书 这小镇是我一直以来的家 他住这里 为什么还需要住酒店 肯定有事瞒着我 但愿这场疯狂的动乱尽早结束 所以311有一个生物学教授 为什么不能动 没事了 太好了 幸好不是 幸好不是怪物在骗我们 302号房 自动门是不是 把食物放进冰箱 我觉得我记录 我记一下好了 记一下那个311号房的人 目前为止 觉得这游戏蛮特别的 311 生物学教授 搞不好等一下就问我们 阿斯林安安咯 生物学教授 这一切只是我一场生物实验 拜托不要 我现在是个食物富翁 哇满满的食物耶 太幸福了吧 我这是一个食物富翁 睡觉 go to bed 一场生物 什么声音 是有人在敲门吗 哪里 谁半夜站那边 外面看起来就是世界目的景象 谁半夜在那边敲门啊 有天室摔波危险的围 白衣女 白衣女来了 我记得白衣女是怪物 除非有其他白衣女 不然根据刚刚的提示 白衣女是怪物 危险的 喂 求你帮帮我 有人在追我求你看一下门 Oh my god 你是谁 我是谁 门关得死死的 我进不去求你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开门 好可怕哦 五个选项有四个是开门啦 好恐怖 他是会心灵控制吗 我不要开门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真有意思 这边也有怒气质 这游戏 这个游戏 会game over 但是他的game over 不是像我们一般遇到的 那种鬼抓人 或者是捉迷藏 而是透过危险情境的对话来决定你是生存还是死亡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跟我聊聊吧 我还想知道你看到什么了 好可怕哦 聊天室 危险的围刷一波 保持沉默 我看到你的脸 我看到大美女 离我远一点 好难选哦 好难选哦 感觉保持沉默他也会生气啊 保持沉默好了 啊都生气了啦 完了啦 你就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不说话 Oh my God 好可怕 我老公每逢结婚纪念日都会送我玫瑰花 所以他现在虽然说已经变成怪物了 但是 主要的 讲话的人格还是 生前的人格 要哄他 可是我觉得也不能瞎哄 可能要 可能要兼具实话跟那个哄他 我说我更喜欢紫罗兰 他总是不记得 紫罗兰紫罗兰你们赶快进去 他喜欢紫罗兰 现在我家没人了 我再找一个不会离开我的人 你也是吗 啊怎么办 好难选哦 好难选哦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说我在找你 他会不会直接破门而入 我想一个人待着 反而消怒气了 如果我们刚配合他 是不是直接冲进来 骗子 人人都需要陪伴 我也不例外 你想要把我甩开 你骗我 我需要你拜托 骗子 梦到一片汪洋 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应该相信你吗 证明你有好好听我说话 来了来了 要考试了 我最爱的是哪种花 我就知道 紫罗兰 YES 你有认真听 诶我们刚才选玫瑰的话 他是不是直接破门而入 怒气两百 直接惟喜 我们不会孤单了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吗 太好了 你真是不可思议 我要走了 我们 还会再聊 不要再聊了 不要再找我聊了 来聊天室一百分刷一波 诶这个游戏好有趣哦 我很喜欢他的危机时刻 是这样表现 而不是普通的鬼抓人 或者是大逃杀 我在海底 诶这个游戏很便宜哦 这个游戏才120而已 我有 我跟你们说 我有神作的预感 我有神作的预感 突然进入海底世界 怒气消灰反而变怪物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怪物啦 只是因为他决定放过我们 所以就现出真面目 他们这个海底世界居然有认真做 因为刚刚在旅馆的时候 其实贴图比较阳顺一点 在海底世界这么多物件 居然没有卡顿 我觉得刚刚那个黑影的轮廓 有点像他床头的那张照片 第二天 床头那张照片不知道是谁 他如果是孤儿的话 那张照片是他的妈妈还是 好 我们又多活过了一天 诶 诶 哪里哪里 怎么又有事情啦 诶 诶 门打不开 那声音是哪来的 我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像 电梯里面的女生 诶 是隔壁吗 这里吗 是通气孔吗 哦 通气孔 我又听到声音了 是他吗 哦 应该是电梯那个女生哦 诶 等等 你不是已经在通气孔里面了吗 诶 等等 你不是已经在通气孔里面了吗 谁站 呃 打电话给保全呢 什么 保全不想上楼啦 保全不想上楼啦 我是L41 我知道它是危险 我真的需要帮忙 401号房 我会让你瞎 但它很高的听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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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他并没有爬到通气孔 他只是透过通气孔跟我讲话 401号房 401不是在楼上吗 居然可以这样对话 好 现在进入隔离第二天 如今每况愈下 全镇各地又传来致命袭击报告 我们的 导播室跟疾病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络 What 这是所有听众 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你们并不孤单 我昨晚做了个梦 我并不孤单 我并不孤单 What 401号房 我要怎么上去咧 What the fuck 什么东西啊 突然有笑什么 等一下 这层有怪物吗 还是只是在吓我 这游戏可以蹲下吗 好像也不行耶 没有蹲下的按钮啊 他说那个怪物看不到 但是听觉很敏锐 来 找一下这个阿伯 小伙子是你吗 昨天是谢谢你 老实说你比我亲儿子还靠得住 你儿子怎么了 几年前他病得很重 找我帮忙 我给他手术费 但好景不长很快 他又要做一次手术 如此没完没了 我不得不卖掉我的房子 他最后一笔手术费 然后等一下是在骗钱吗 结果发现他完全没事 我小时候骗我爸妈钱 顶多是说 我要去买参考书 我也真的是要去买参考书 但是可能就是跟我爸妈要的那个参考书的费用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 回来没有找零 把一些找零暗扛 其实我这个骗爸爸的钱是骗手术 这个太过分了吧 是手术成功了吗 他一直都在装病 他在赌场赌光了我给他的钱 我一生的积蓄只剩 73块 我租了一个房间 租了几天 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一个领救济金的孤寡老人 背负着三笔贷款 天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被所爱之人背刺 你就想 接下来的世界啊 哪天会再给你一次打击 至少你现在不用担心贷款 是因为已经世界末日了吗 是啊 现在看来我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了 阿伯他好像没有跟我们要东西 OK 一开始主角还有点提防 想说阿伯是不是 什么啦 是怎样 想说阿伯是不是又要跟他讨什么东西 结果也没有 阿伯只是想要 就是跟他抒发一下心情而已 有个尸体被拖走 电梯 可以用吗 不行 墙上多了一个符号 哇 这怎样 陈墨之秋 墙上有这个符号 门可以打开 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拿 前面怎么有人影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尸体 WTF 这边是怎样 品味有够糟 我说品味有够糟 是就是这个场景 到底是布置在干嘛的 看起来是要我们进去 没有东西 哪里面哪里 就是吓吓你 他们手上有没有拿钥匙啊 咪有 哎 主角也变不在意耶 主角现在整个就是 大场面见多了 看他什么都不在意 看一下这里 诶 医药箱 哦 不能开 你怎么又来了啦 达达 你哪个来啊啦 你今天怎么比昨天还生气啊 我昨天不是过关了吗 我喝个水 我今天看这个游戏也蛮多的 还没有follow本台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台的话 请一定要按一下追随follow本台哦 我不是过关了吗 达达 你忘了 他很生气 要照他的意思来 否则可能会发起袭击 然后这边提示说 我们要照他的意思来 我忘了什么 我不记得我跟他做什么约定 我忘了什么 他生气了啦 OMG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约会 我就知道你跟其他英文 要什么东西 傻眼 我现在就是再一步 再一步就下去了 聊聊天室 聊天室 聊天室 聊天室那个危险的我也刷一波 我们的约会 餐厅 红酒 餐厅红酒 肉 我记一下哦 餐厅 红 红 红 酒 肉 哦 餐厅红酒肉 我自己写字自己又看不懂 我会把裙子染成我最喜欢的颜色 红色吗 你记得我最喜欢的颜色不是吗 给他口香糖好了 我当然记得我最喜欢的是你眼睛的颜色 哦好有用哦 天哪幸好我们有拿那个爱情口香糖耶 你真是会说话 成功了 我要走了还有好多事要做 为了做准备 下属 Save 啊 怎么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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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去哪 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不 欸欸欸欸 我要我 呃嗯 我要去 订一张桌子 哦有用有用 你卡绿的真走道 你也该过去了餐厅见 没有 但我觉得等一下还会有耶 只能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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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想办法调虎离山 我要找到隔壁房间的钥匙 也许可以把它引过去 我要想办法调虎离山 把检查走廊 欸博森你早讲嘛大大 我都还想说奇怪 怎么没有 没有东西可以调虎离山的啦 原来是要到这边才会处罚喔 不早说 搜索尸体 钥匙应该在其中一具尸体的身上 早说啊大大 我想说这边那么多东西 什么都没有 欸我现在不敢随便乱跑欸 一定在什么地方 哦有了 用来打开4楼的4.5号房 我需要把怪味引过去 可是我要怎么 我要怎么把他引过去 吵他大叫吗 哦他这边也有个听觉范围的判定 哦他这边也有个听觉范围的判定 吓烂 等一下 这也太可怕了吧 哦 打开手机 欸我可以检查手机先检查一下 蛤 不是我现在就要转动了吗 不是我现在就要转动了吗 哦没事没事 我把我把电池拿出来干嘛 我 他刚刚这个收音机旁边其实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打开收音机 一个是转动收音机 我现在想想刚刚那个打开收音机 应该是一个陷阱 可能收音机打开我们就死掉了 但是检查收音机的话 就会把电池拿出来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电池拿出来 检查闹钟 转动闹钟 哦我知道了用闹钟设定时间 哦 哦 放入电池 我现在是 强迫设定是不是 设定45秒后 30秒后 15秒后 我现在只能选一个时间了 那 呃 等一下 这附近有地方可以躲吗 没有地方可以躲的样子 设定 45秒 哦好紧张哦 好紧张哦 等一下 好紧张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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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 他看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是不会有事吧 突然觉得45秒好漫长 等一下 我想说闹钟那么大声 从他旁边走过去应该不会有事吧 等一下 我想说闹钟那么大声 从他旁边走过去应该不会有事吧 好紧张 吓死 来 表面是100分刷一波save 哦怎么算成功了 刚刚那边有一点点难度 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刮 你怎么还没有收拾好 拿上你认为需要的东西 拿上你认为需要的东西 哈 这边居然有倒数哦 我刚刚想说有没有不拿的选项 结果一定要拿 我觉得医药包非常重要 有没有医药包啊 医药包 移动那把椅子 哪一把椅子啊 这里吗 这里吗 拿上包裹 床底下有糖果 哇 有没有医药包啊 好 医药包医药包 没有看到任何类似医药包的东西耶 没有医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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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拿一下好了 没关系 好像东西又拿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啊 應該都已經拿了吧 好 夠 這邊應該不用再躲藏了吧 好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還有喔 小貓安靜一點 怪在找我們 不可以呼吸喔 聊天室都不要呼吸 天啊 這邊居然是QTE 蛤 喔 天啊 蛤 I think it went away 噓 完了 時間去貓的Gank 你在吵什麼 你被吃飽了 我們終於在這裡 請給我洗衣袋 我們來看看我們能拿什麼 你拿了很多食物 那不錯 但我看到你自己已經拿了很多東西 很好 我已經有很多衣服 很棒 我們都拿了所有東西 我們都拿到了 你幫我幫忙 所以我的衣服是你的衣服 I'm sorry that I'm asking you just now but Can I stay with you for a couple of days I've nowhere to go Besides the two of us will be safer together 跟我說 呃 跟我說小冊子 This is from the church I went to I have some not so pleasant memories about it It's nothing special It's nothing special Just some papers And personal stuff Thank you You have no idea how grateful I am I'm dead tired Where can I lie down? Sure You need a rest too, okay? Hey Thank you again You helped me a lot And one more thing I completely forgot to say that My name is Robin So 羅賓 羅賓 孩子王那個不是也叫羅賓嗎 Nice to meet you 那我要說我是魯夫 你又不餓 存檔了 Hey I'm here Come here 不知道這遊戲有幾天了 外面是下雨 你們 會嗎 Shim March 泉 紙 這 禄